大家好我是青木 有好几天没拍视频了 这几天工作也比较忙 一般年底工作室会多一些 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拍什么 我这边法师的变化还行 也不是特别大 但比之前变化肯定是大很多 变化最大的还是多肉 因为多肉在那种低温环境下 变化是非常大的 哪怕是光照不是特别好的天气 变化都很大 而法师这边有一些品种变化还行 像美杜莎这种变化是特别大的 因为这类品种出状态也特别容易 这个季节的法师状态都还一般 最好看的是春天和夏季初那会儿 那会儿的阳光时间特别长 不像现在早上很晚才出 到了下午吧 好像五点钟那太阳就看不到什么了 加上现在的污染普遍比较严重 外边的能见度都是很低的 所以这种过滤子外线也特别厉害 这些女巫法师颜色虽然变化一般 但这个品种的问题 它稍微有一点粉看上去就很明显了 因为它是一种白景 两边是比较偏白色的 稍微有点点粉红色 然后结合中间那些绿色 看上去就很清新很淡雅 它不是一种特别深的状态 这一边的女巫用小盆种的特别多 因为这种之前烂一颗就能变出很多盆 甚至变个十盆以上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在很多地方都牵插有这个品种 粉女巫和女巫指的是同一个品种 它特别好度下 在我们这边也是很好度下的 比很多法师颈要强很多 包括美杜莎也没有它好度下 以前我们普遍认为这个品种长得很艳丽 白景又很多 所以它可能比较难度下 实际发现它和勺修差不多 都是消耗很低的品种 墨法师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在这种捕获类里边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墨法师类型的了 因为这种品种它整体颜色比较容易粗 随便出点颜色就是有点偏黑了 到后期就是一种黑发亮的 甚至一种黑红色 而且它的叶片一般会长得比较长 有波浪感 常规热门的法师品种非常多 也就是没变异的这些 然而出状态比较容易 比较好上色 全年看着都还有一定状态的品种并不多 包括那种荷兰圆叶也算蛮好出状态的了 它的颜色都没有墨法师那么容易出 前面三个品种是自己比较喜欢的 也是相对可以养的 后面这些就是变化还算蛮大的 出状态也厚好看 不出状态也是很一般 红色的这一颗是万圣节的一种唐心颈 它和雅典娜有点相似 到了夏季的时候它的颈会隐藏起来 到了温度好一些它的颈又体现了 这种带拉丝的叫做欧若拉 它其实就是万圣节的一种拉丝菌 我现在普遍都养一些相对好度下的品种 那些不太好度下的法师品种 很多就已经不养了 或者少量的还存活有几颗 头特别多这颗欧加利的状态变化也是蛮明显的 但还不是特别好 一般欧加利出状态特别好 就是这种很小这一颗 这一颗是丢在这个繁殖盆里面的 这一片都是那种砍头的千叉的 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苗都在里面繁殖 在后面的这种叫做赤霞飞 它的颜色到这个季节上色算蛮好看了 后期会出现一种大红色血红色像美杜莎很红的样子 在后面的这种是安娜法师 这一个品种一般不会出现特别全身变红的那种状态 一般都是周围一圈的红比较明显 这个视频先拍到这里吧 再见